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是再加上一个超连结 而且录制很简单 录制你也不用想太复杂了 反正这个录制就按右键 然后把它有个超连结 你就再加上这个名称 录好之后 再来修改 如果你假设你不知道说用 哪一个方法可以完成这件事的话 接下来就是我查了说按F1 所以你们可能慢慢习惯 像有些东西录完之后 如果假设你不太清楚说 这个物件它的使用方法 其实记得我自己还蛮常会这样做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物件怎么用 我按F1 其实它里面基本上都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应该都足够了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会提供给我们两个东西 一个是要方法 一个是要属性 方法的话就是可以做什么 那如果add 如果假设你说老师那如果我希望再增加一个功能 就是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快速的清掉超连结 可以加吗 对不对 add吗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话就delete 那至于这个delete怎么写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啦 反正上面都有答案啦 我是觉得你只要了解那个学习的规则跟它的基本怎么讲 那个逻辑通的话 说真的你你真的不知道所以很多东西根本不用背啊 因为上面没有答案的嘛 其实你照着做 那所以如果假设要删除的话就是hyperlink 点delete嘛 然后呢它的方法 它好像没东西 没有没有 意思是delete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说怎么去写这个语法的话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我会去try 比如说我也没写过啦 我也没删过那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会从这个VBA里面这个环境 它有一个叫简式的这个叫 我是习惯是在这边 叫即时运算视窗 就是我先run一下看看 比如说我希望测试一下 我希望把这个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是 这个位置好了 delete 所以那如果假设 还有一个 如果你不会的话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录制聚齐有没有 然后呢 就是什么 删除超连结 这样也可以吧 删除超连结 如果你假设不会写 你就可以用root的嘛 那root的方法的话就是 按滑子右键 然后呢 SFM移除就好了 OK 那把它停止录制 这边又会多一个什么 删除超连结 把它编辑一下 它又多一个了 你会发现它规则固定的 有时候我不会喜欢这么多module 所以你会发现你一直录制 它一直会增加一堆module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不想要这么多module 模组啊 你可以把它全部并在一起没关系 OK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语法 假设你不会写 你会发现 以后selection其实可以改成range或sales OK 所以呢 如果假设你要删除哪一个的话 其实哦 比如说你要删除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B2 如果你要删B3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这边改成叫sales 或者你用range也可以啦 sales 那B3的话 B3就是3 0.b嘛 OK 应该知道这样的写法 对吧 好 意思指的就是B3儲存格 它的超连结帮我delete掉 所以其实还蛮好表达的 所以比例子好像更简单 这样的话你可以试着执行看看 这个会消失执行看看 如果消失的话呢 那表示这个语法都OK的 OK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它全部删掉的话 那很简单嘛 就是跑个回圈不就好了 我把这个剪下好了 干脆把它放在这个超连结的下方 有没有然后呢 拖揽一下好了 所以有些写过的话 就直接call过来用就好了 对我习惯拖拉加Ctrl键嘛 这样就不是CtrlC Ctrl 这边按一个Tab键嘛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加一个Next 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这边把它改成I 好搞定 我们来试一下 删除超连结会 如我所愿呢 诶有了有没有 全部消失了 OK 所以如果你说老师 你说城市我威胁怎么办 不然的话你就问一下CharGPT好了 只是 真的CharGPT他会给你答案 只是CharGPT有些时候给你的答案太啰嗦了 你明明只是需要一个 一行的语法就好了 但是他给你包山包海 他可能写了一大堆城市给你 最后可能三来三去最后还是一两行三行这样 其实导步怎样 你干脆这个部分用录的好像比较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拿捏 如果那个问题太复杂的话 那你可以问一下CharGPT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很简单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录制 我觉得录制真的是太 对于写城市 尤其是初学者来说 真的是一个太方便的一个功能 因为像很多城市说我以前也不会写 那我怎么会 我录一下然后我看一下 发现这样很简单把它改一下 城市就出来了 所以我发言云段上面的城市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用这种方式把它写出来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就增加一个叫Hyperlink的一个物件 那至于其他我觉得如果你没用过物件没关系 其实方法都大概的一同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哪些你没用过 我觉得录制剧这太棒了 那其他语言就没这么好 我觉得以前学的经验 其他语言就是不会的话 怎么办 你还是自己要去找答案 你还是要自己去找书 找一些资料 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假设 我希望换一下 比如说YT Today 目前的话我们是抓什么 抓那个热门新闻吧 OK 那如果请问续一下 比如说像YT Today这边 我希望换一下 比如说我像 因为今天是礼拜三 上礼拜才投完票 所以如果假设 我希望抓这个政治观察站 这个底下这些好了 然后包含就是什么 这边好像几个 包含就是它的标题 它的超连结 然后并且帮我加超连结 当然最好是可以把图也抓下来 如果我抓这个图可能难度比较高 右键检查一下 看一下它应该会有一个IMG吧 对IMG SC SRC 这个就是它图的位置 只是抓图这边难度比较高 上礼拜我都会讲过 其实在那个CHAEV它有提供一个方法 这是可以把图 可以把它通通抓下来 不过这个钱我们先不要那么复杂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政治观察 站这个底下的这些通通抓回来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先把什么把这一个DIV 我先换个位置 我先换个位置 把他换到这边好了 这个区块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是在哪一个区块呢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区块的名称叫做这个 Block这个 Block3 什么FocusNews这个 OK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先抓这个Block 有没有 然后再把它里面的超连结 所以底下的超连结 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这个就是A嘛 然后它里面的超连结在这个底下 有没有 这个这个是HREF 它的资料的话呢 就是点Inertest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改动应该不多 所以我们试试看 刚刚我们本来是抓什么 抓这个底下的这个资料 抓这个 六门新闻 那请各位试试看 看能不能改成这个范围 试一下吧